歡迎回來繼續發達廣場的時間 而我身邊的嘉賓繼續是我們研究部的副經理陳偉聰先生 Jason,你好 Amaine,你好 這一節講講本地地產股方面的消息 因為之前出了施政報告的時候 大家都在投訴港府方面沒有對香港樓市方面有什麼短期的措施 反而對樓市有一定程度上,反而是有一定程度的支持 所以梁振英在電台節目方面都有特地講到 如果政府發現有什麼發展商、炒家、團職這個問題的話 就不排除會開征樓宇空置稅去對付這種情況 先問問Jason,什麼為之空置的稅 其實打擊來說,對於炒家或者發展商又會有什麼影響? 如果你看回這次特首所說的所謂物業空置稅方面 都應該針對著,正如你剛剛所說的 可能一些發展商建了樓出來 但就不去,就立即出手了 變相就斷積很多的存貨來代價而沽 你看到香港也有不少的發展商 可能建了物業出到來也有幾年的時間 都還沒開始出手 意味著都令到香港整體的房屋供應方面 都算是有一個比較大的壓力 另外針對炒家方面也可能是針對著一些比較豪華的房地產 或者整體的很多居民拿了一筆錢出來買了物業 但物業又不是屬於一個自住的用途 是拿來出租給其他人的 但如果你看到他買回來之後又沒有拿去出租 又沒有自己住的話,變相也有機會被納入這個徵稅的對場 但也要留意一下,因為始終他雖然是針對這個空置物業 但在那個執行上面也會有一定的難度在 第一就是如何界定一個空置的標準 如果針對炒家方面,假如我今天買了一層樓回來 但是我打算拿來出租 但可能我放租,放了幾個月都沒有人問財 沒有人去到租的時候 那又是否需要去到或是徵我的稅呢? 所以這些標準或者執行方面 我相信都會存在一定的困難 不如返回問你,其實會不會這次都是空口講的設施 因為之前經常都說,林鄭出一些政策出來 對於樓市方面,其實打擊來說又不是很大 你看到地產商的股價來說,都是我全都升在這裏 不如今天這樣 今天依然看到有兩種地產股,都是創作52週新高 包括小龍基地產和新世界發展都是創作新高的 先問你,其實對於這個政策來說 你會不會覺得是有一點出口術的感覺呢? 你會不會覺得是有一點出口術的感覺呢? 當然我不會說很肯定地說 只是出口術的感覺 又或者說明這個空置稅一定行不通 剛剛說到在執行上可能都存在一定的困難 但如果你說這個措施純粹只是針對一些地產發展商 或者都只是針對一些一手樓方面是未能夠去到如期推出呢 如果你說單純針對這些行為呢 我相信那個可行性就相對是比較高一點的 還有就始終如果你看回現在香港方面的發展商 都有很多都是希望避了一個所謂同業的競爭 而到選擇性去到放盤 假如那一期看到整體的樓盤供應都算是比較多的時候 有部份的發展商都寧願將自己的樓 延遲去到下一季或者直接去到下一年才拿出來放 這些因素我相信如果你說收了空置稅之後 應該都能夠直接針對到 但當然如果你看回成效方面 由於現在本身的空置率方面都不是真的那麼高 大概都是4% 就算讓它能夠成功針對到這些空置物業方面去到精髓也好 但是你說能不能夠可以很徹底解決那個供應的問題 我相信是會有一個輕微的幫助 但是你說現在一個180度的逆轉 機會就不是太大 但是看到整個板塊的股價來說都反映到少少的了 都沒有全大方向都是向下 先跟進整個板塊的最新表現 看到長江實驗現在這刻要跌6毫子 跌幅來說不足1% 現在最近130元 恆基地產59.4 升5先 新恆基地產跌1毫子 做127.8 創造52週新高 高見128.5 新世界發展高見14.48 52週高位 現下做14.44 升8先 而信摩置業跌1% 現在做15.44 看收租股方面 希臣升3毫子 加利建設跌1毫子 至於泰古地產升1毫子 九倉升1元 做65.8毫子 匯德峰方面升超過1% 現抑制45.05 先問一下Jason 我問你股價方面 技術上有一點分析 看到本地產股 最近走勢很凌厲 不少創了52週新高 你覺得接下來還可以再創? 我相信整體的升勢 未必能保持上年強勢的表現 雖然今年整體的樓市 第二方面未必會有大幅下跌的空間 但是始終發展商都可能要想到 未來幾年 多瓦政府加大土地的審批 又或者不斷強調要舊區重建 又或者將工廈方面 轉用途來開發更多的地產項目 當整體的樓宇供應都真的有機會增加到每年大概2萬至3萬個的時候 對於樓價方面都會有一定程度的一個控制在 那些發展商你說要加價都未必那麼容易 所以這些因素我相信對於一些投資者來說都會考慮在一個 納入了考慮範圍以內 另外也要留意美國方面的利率的政策 之前你看到聯署局方面開會 都曾經有部分的委員 都說覺得QE去到今年的年中 到年底都應該要提早完結 當大家接下來的焦點是放回去美國將會退市 甚至乎去到下年有機會加息的話 對於本地的樓市來說 都會有少少的負面影響在 所以你說這些高位再去追一些地產股 我自己就覺得那個直播率不是太高 還有始終如果今年的整體投資的主題 都是一個追落後 又或者是股值重股這些焦點的時候 我相信都是一些中資類的股份 應該都是會跑贏這一類 即是本地的 收租股 又或者是地產股 就算是李嘉庭先生 以及恆基主席 就是李小基方面 都說看好 未來的樓市都會有5-10%的升幅 在樓市方面 大家也要審慎一點去對待 就是這個版塊 謝謝Jason 先和你做新報 剛才說的股份自己有沒有持有 沒有持有 謝謝Jason 接下來跟大家跟進 就是A股方面最新的表現 看到上證指數 現在這一刻 是正在做2326點 至於深圳城市 是正在做9520點 至於互心300指數 正在做2605點 三大指數來說 都有一個升幅 但升幅來說 不夠1% 這一節時間差不多 麻煩Jason 再呼籲多次 下一節就是問答環節 如果大家有什麼股票問題 想問我們嘉賓 都可以打電話來 電話是204-6566 或是立即用電郵給我們 電郵地址是 askatbschannel.com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問答環節再談 我們先休息一會 我們就先休息一會 過後 我們先休息一會 暖革 部分 混凝